睡眠大概分幾部分 就是眼洞期、非眼洞期 這個我們等一下還會講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腦電圖 是看睡眠裡面等於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但還有很多其他的儀器 然後很簡單的談一下夢 然後hypnosis 就是催眠 催眠跟睡眠是不一樣的 這幾樣 這個橫軸X軸是年齡 Y軸是你睡覺的時數 嬰兒睡覺時數很長 清醒的時數很短 年紀越大 清醒的時間越長 睡覺時間越短 那這裡有兩段 所以睡眠時數是這樣降 總睡眠時數是這樣降 那這兩段是一個就是眼洞期跟非眼洞期 上面是眼洞期 最大時候眼睛會 那眼洞期有幾個特色 最大一個特色是 他的腦波跟你平常清醒的時候是一樣的 就是很像 等一下我會談 就是這個 不是都一樣 有部分是一樣的 那 眼洞期是一個 那非眼洞期又分成好幾期 非眼洞期不是說你不再睡 非眼洞期也在睡 那這個 所以基本上 年紀越大 眼洞期就慢慢的 就佔的比例 佔的比例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老人睡眠跟年輕小孩子睡眠是不一樣的 這個 差很多 好 那 那這個 睡眠當然有很多的 要 要 就是剛剛 像剛剛那個 有很多來決定它 就是你是想睡呢 你是清醒呢 所以有睡有清醒的這個差別 然後 你睡下去 怎麼時候一開始怎麼樣睡下去 然後睡了以後能不能睡得好 那maintain這個sleep 那然後 那等一下我們看到睡眠的這個障礙的時候 還有這個 你缺乏睡眠的時候會怎麼樣 那 然後 生理時鐘跟睡眠很有關係 那 那這些 跟你的 就生理的循環 跟你的都很有關係 那 一般來說 睡眠是 是cycle的狀 我睡覺那麼 那麼久 就是平均大概是90分鐘 就一個cycle 每一個人的差異很大 你今天跟明天的差異也很大 你現在喝一杯咖啡 所以你今天晚上的睡眠 就跟昨天晚上的睡眠就不一樣 所以這差異很大 那但是平均 我們說平均的 這個 每90分鐘是一個cycle 那一個晚上大概4到6個cycle 那把這個cycle裡面再分開來一下 那就是 非動眼期呢 但不一定 剛剛我們說年齡有關 但是站比較長 那動眼期站比較短 那簡單的來講 非動眼期 就非動眼期 一開始我們睡眠 開始先非動眼期 非動眼期分好 甚至四期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就是你的這個 我有一些叫做慢波睡眠 那你的這個睡眠的那個 腦波頻率慢慢變慢 然後你的心臟 然後你的心跳 你的這個呼吸 都慢慢的這個血壓 BP是Blood pressure BP就是血壓 血壓 然後你的呼吸都是都減慢 然後temperature跟muscle tone 就你的體溫會下降到一度 然後這個肌肉會 會這個放鬆 那到動眼期的時候呢 那這也不一定 等一下我們還會看比較詳細的 非動眼期不太一樣 那你到動眼期以後呢 你的眼跳 就是你的眼間眼就會動 眼睛會動 在動眼 然後 然後這個 腦波的這個快速的快頻率的波會增加了 那心跳 血壓 這個呼吸都會變快 那個有些這個肌肉的動作會加 然後會做 會做夢 然後會男生會勃起 然後肌肉會癱瘓 然後 但是 有的時候 癱瘓就不動 那時候你就不動了 就是等於你沒有意思的不動 但是 會做夢 然後但是有時候會這個不自主的這個 會動 那有的時候會變成病症 然後我們會看那個 disorder 裡面有一些這些病症 所以你知道動眼期跟非動眼期這個差很多 那非動眼期就是 那非動眼期比較長 然後動眼期比較短 那一個晚上好多次 那睡眠不足的話 那這個次數 次數就 那一般來講 我們是用EG或EMG來看睡眠 那最主要還是PSG 我們後面會介紹的PSG是什麼 好像睡眠生理儀 那EG就是腦電圖跟腦石圖 那通常EG是 對 在看的時候這個在非動眼期的時候 你可以發覺是跟那個清醒的狀態 有很多是類似的 那這個 那這個 動眼期 那EMG呢 EMG是 這是兩個不同的儀器 這個是腦瓷圖 腦瓷是比較大 腦瓷是個大的儀器 那腦電圖就是腦電的儀器 就能貼上去 那很簡單 很小的一個小儀器 那 那這個我們後面再來詳細的看它 看它這幾個 這幾個 會有一些坡 那清醒的時候大概是長的這個樣子 我現在分不太出來 這叫α坡 那Stage 1呢 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非動眼期 假設有四個期 四個期的 我們還會再看 那 那 非動眼期的第二期會有這個 Spindle 就是縮型坡 這邊 然後第三 第三期的坡是這個樣 第四期的坡 那這個 有Delta Wave 然後 動眼期的時候 會這個 眼動的時候的坡 是這個樣子 那 那所謂的 Delta跟Zeta呢 這些都是所謂慢坡 那Alpha坡的 就是 比較 就是頻率比較快 叫做這個 叫Alpha Wave 跟這個Beta Beta是快坡 快坡就是 動作 就是等於 它頻率比較快 震動 就是頻率比較多的這個坡 那這個是 把它列下來 這幾種坡 有一個坡我們剛剛有看到 可是現在沒有講 我們在談義式的時候 有談到一個坡 是什麼 Gamma坡 在這裡沒有談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看 一般談義式會談到那裡 但是談睡眠的時候 Gamma坡比較不會談到它 那睡眠的時候 是 但談EG的時候 也會談到Gamma坡 所以Gamma坡我等一下再看 因為它的頻率特別高 那 那最慢的是Delta Delta坡 Delta坡的話 你癱瘓的話 那Delta坡還會有了 那就沒有任何意思 深邃的時候 那這個是頻率最小的 然後 那Zeta坡呢 是由孽葉跟頂葉發出來的 那 那這個 你由情緒波動的時候 這個 這個Zeta坡就會 就會呈現出來 那Alpha坡的話 就是你在做想像的時候 然後 這個由 由這個 枕葉跟頂葉 那 那Beta坡是 清醒的時候 Beta坡 就平常我們的Beta坡 就是最清醒的時候 也是頂葉跟前 前面 前葉 前面的這個 額葉 對 prefrontal是前額葉 frontal就是額葉 前面 那 那MulePort的話 也是前葉 這個是你要 想要動作 你的那個 中間的那個 Motard Cortex Motard我們說 這邊有 有這個 有兩條的 一條是Sensor 一條是Motard Motard Cortex 這裡 在這個 額葉 這個前面這裡 是Motard Cortex 那這個產生 你想要動 那有的時候我們說 用那個 用這個 BCI Brand Computer Interface 就是我要從腦來控制 什麼 我想要動什麼 你就想像 你想要動 我們要動 我們想要動 我們手要動 手就動了 但你手沒有動 你就想你的手在動 你就想你的手在動的話 那這個 額葉 這邊的手 相對手的那個部分 它就會散 那如果我要 就會發出來 這個MuPod 那然後 那這個時候 就可以做什麼 腦機介面的控制 就是 你想像是手動 我手不動 我癱瘓的人 我上次有看那個影片裡面 有說幻想枝對不對 也幻想枝 手在哪 當你想要動 那邊想要動的時候 那個地方 你就可以 如果我們再接到 一些動作的 你的手就可以 可以做一些 你的手的動作 就可以在那邊做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腦機介面 大概就是部分從這邊過來 那Landa Voltax 這個是頭頂 正頂 就這個 好 那這個 我們大概對這波 有一個基本來講 後面我們還會再看波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 我們剛才對那個動眼 飛動眼 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了 那飛動眼的那四個階段 代表什麼呢 飛動眼的那四個階段 我們說動眼的時候很明顯 那飛動眼其實它並不是 都一樣的 飛動眼分好幾個階段 那是不是說一定一二三四 也不一定 那我們先看 一般來講說 一開始進入的時候一二三四 那第一個階段呢 占的比例最少 十分鐘二十分鐘 一開始 很多同學現在就已經在 在這個階段 這個 就是想要睡覺 然後這個 Siveness Alpha 你的這個 i movement下降 眼皮下垂 這個 然後 這個就是 這個 進入 飛動眼期的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呢 當然有時候叫淺眠 你要催眠的時候 也會進入這個階段 催眠的話也會 也要進入這個階段 那 那 催眠的淺度 一般的淺度 也進入這個階段 那 第二階段呢 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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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